再来看到日本 日本新冠疫情延烧 在昨天单日新增确诊者破6000例 47个都道府县都无一幸免 全部都有确诊的病患 根据调查 东京跟冲绳Omicron的确诊的比例 是已经大幅超过了先前的Delta 变成了主流变异株 而日本政府为了防堵疫情 除了在3月开始 让一般的民众 也可以提前施打第三剂之外 也准备开放 原本不是施打对象的12岁以下的孩童施打 而至于从11月底 就开始禁止外国人入境的边境政策 则是会延长到2月底 北韩在昨天朝日本海发射了弹道飞弹 这是北韩在今年 也就是一周以来第二次的试射飞弹 根据了南韩军方的研判 这枚飞弹是极音速飞弹 领导人金正恩 不但是当天亲自的到现场去视察 也要求持续的强化战略军事的力量 而金正恩这两年来第一次正式的现身 在飞弹试射的活动 也显示出了北韩领导 这个武器突破性的重要性 昨天北韩再多试射极音速飞弹 北韩官网也公布照片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到场 拿着望远镜看着飞弹升空 而根据了解金正恩对于这次的成果 农心大悦 因为北韩当局声称 飞弹速度不止达到将近10马赫 更准确击中了1000公里外的物体 美国在北韩飞弹发射后 夜紧急停飞了所有扳机 虽然15分钟后就全面恢复运行 但这个决策还是让外界猜测 美国是否也担心 北韩飞弹能够准确击落美国飞机 而在周边地区的日本 对北韩飞弹也是提高警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表示 对于北韩又试射飞弹感到扼晚 而南韩政府更是呼吁 北韩应该遵守国际规章 根据美国国防部指出 极音速飞弹飞行速度至少音速5倍以上 在地球大气层周边飞行 飞弹能在十几分钟内 攻击数百英里外的目标 而且难以被侦测与拦截 如果攜带核弹头 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性更是倍增 2021年才刚开始 北韩就两度试射飞弹 展现了金正恩对于发展导弹 和核能的野心 也让日韩美等国 对于朝鲜半岛的僵局 感到迫切处理的必要性 尤其南韩即将在3月举行总统大选 让朝鲜半岛的和平 更加不容忽视 记者刘嘉宇报道 另外还要来关注的 就是现在 Omicron入侵到的台湾社区了 很多人以为说 Omicron重症死亡率很低 所以可以放松 就像是感冒一样 但是国际的数据显示了 Omicron的存在致命的风险 根本就不是大号感流感而已 包含会造成的医疗体系的崩溃 还有年长者可能会重症死亡 青少年跟孩童确诊的话 恐怕会面临后遗症的影响 Omicron病毒蔓延想恢复正常生活越来越难 而且就算Omicron毒性低 比较不会引发重症 但还是不可大意 因为Omicron绝非大号流感 而且比Delta更可怕 染上Omicron恐怕有严重风险 包括超量的感染者造成大量住院 就医人数压垮医疗体系 同时Omicron对年长慢性病 以及免疫力低下者仍然具有致命性 而青少年感染比例暴增 住院人数被形容是原地起飞 一旦染疫恐怕有后遗症等长期影响 不知人类健康受威胁 Omicron如果又变异出现新变种 经济更无法复苏 而且南非最新临床实验显示 Omicron无症状代元比例 比之前的变异株都还要高 导致Omicron在全球快速传播 尤其欧洲已成了重灾区 确诊数不断翻倍再翻倍 像是意大利最新通报 单日新增超过22万例确诊 比前一天倍增 欧洲新年第一周就爆出700多万例新增确诊 照这情况来看 预估6到8个星期内 欧洲一半人口都会染上Omicron 尤其疫苗接种率较低的东欧 有如一颗未爆弹 因此呼吁接种疫苗仍然是当务之急 记者综合报道